美女 美女 大姐 员 吉他 不能够站住 员 吉他 不能够站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也是十字街 桂林最热闹的地方 这也是威严娜酒店 之前我们有在这边住 桂林中山路的威严娜酒店 而是威丽威丝 没有什么因为她是来吃的 还没太多 他们在这边有吃热闹 最好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江大瀑布饭店 这前面有个人可以坐 现在你坐这里吧 我们莱尼酒店的88955是 莱尼酒店的88955是 你是12号家庭啊 好 1号家庭 谢谢 2号家庭 3号家庭 记好自己的家庭 同时也请我亲爱的朋友们 记好另外一个家庭号 这个家庭号的话 是我们大家务必记好的 因为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很多旅游车 桂林是一个规范的旅游城市 如果你一不小心上错了车 这台车是去泰国 就把你拉去泰国了 如果这台车是去越南 就把你拉去越南 不得了了 所以请大家务必记好 自己的家 这个车牌号 就是我们这台车的车牌号 我们的车的话呢 是一个银黄设 50座的旅游大巴 我们这样的车名设 有10台左右 而这台车的车牌号 请大家务必记好 然后呢 江中间有一座山 一定要看看 这是我们桂林市的 陈辉 叫做象鼻山 远看象赤卫 近看象大象的鼻子 如果你的眼睛厉害 注意看山中间 顶部是不是有一座塔 这个塔的话 是我们桂林市 自我们呢 已经列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呢 叫做文殊塔 列入了是 大概是在清朝时期 明朝时期末 就已经有的了 这个塔的话呢 是一个古文物来的啊 不过呢 已经倾斜状态了 倾斜状态了 它不可以的话呢 静观只能远看 不能近看 只能远观 好朋友们 我们经过这边以后 继续说到 我们桂林啊 是一个规范的游城市 我们呢 总共有16个家庭 16个家庭 都是来自于 五湖四海 每个不同的地方的城市 但是我们今天车上 很多都是来自于 广西的老乡啊 这个呢 是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地接待大家 我们聚在一起 希望大家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 相互帮忙 因为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 能聚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呢 希望大家共同度过 开心的一天 美 罗岛 对 罗阿姐 好的 一首三歌 《金情人》唱三歌之前 也告诉大家 因为呢 由于刘三姐的原因 您来到我们这边 特别到了山里面以后 您对着那些女士 您不要叫小姐 对着那些阿妹 要叫什么呢 叫阿姐 以刘三姐为主 特别小的在叫阿妹 我们统称阿姐 不管您比我大是小不是阿姐的主称 蓝色呢 不管大小都叫阿哥 特别小的叫小阿弟 来到我们广西桂林的话 除了叫阿哥阿姐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叫法 像北方人的话呢 喜欢叫哥们老铁 对不对 然后呢 广东一带叫亮仔 亮女亮仔亮妹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当地人的话 桂林市区还有一个地道的叫法 叫狗肉 越好的朋友 就是越狗肉的意思 因为呢 我们对电话 这个接到朋友 好久不见的 嘿 狗肉 好久不见 抱一抱 就这样的意思了 听得懂吗 因此您觉得我够好的话 您可以叫我一声 裸狗肉 是 而且不能少那个肉 要裸狗肉 接着 裸狗肉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对对对对 好朋友的意思 所以的话 因为的话 很多人的话 就来到我们这边 像是我们的师父 可以姓关 关公的关 您可以叫他一声 关狗肉 阿哥 您姓什么呀 小李 李狗肉 不是假的呀 因为贾宝玉的贾 我们旅行社 另外有一个导游 他姓杀 别人叫他杀狗肉 不要说是真的 太习惯了 好的朋友们 可能有些人 不太习惯叫狗肉 不要紧 我可以叫你阿哥阿姐 就好了 最辛苦的也是裸狗肉 您知道最辛苦的是 哪杯狗肉吗 关狗肉 对 我们关狗肉 关师傅 关队长 你们这边呢 他的老家也是御林的 对的 可以告诉大家 你是老乡 同时也告诉大家 不过他在贵宁呢 现在我们都过很多年了 也是我们的车队的对战 看到他们有什么狗肉 我们是晚班团 晚班团照顾那些 不能起早的 还有赶车过来的 开会的原因 所以的话 我们都是呢 晚班团是出发了 比较晚一点 这样子呢 既舒服又安逸 晚上呢 都是10点钟左右 回到家 早班团的话呢 他们是7点钟出发 6点钟接人 5点钟 4点多钟就起床了 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但是晚上回去 同样是10点钟 跟我们回到家 因为我们是呢 从班团来的 然后我们呢 今天行程 全部是只走景点 只走景点的啊 我们今天第一个行程 是美丽的黎江 黎江的话呢 它被誉为地球上 最美的十大河流之一 也被评为了 中国的五位级景区 什么是五位景区呢 一二三四五 四个月的已经很漂亮 五个月的景区 整个中国区子可数 而我们桂林呢 小小一个城市 又有那么两个三个 五位景区 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的自豪 而我们的宁江了 画了发源地 来自于华兰 第一峰 广西 号称十万大山中 最高的一座山 叫孟尔山 黎江的源头 就是从这个孟尔山 不断地渊源流下去 途经桂林 阳朔 吴州 进入珠江 比如大海 所以我们桂林 属于珠江水系 而我们桂林呢 在两江湘里的梨 分里的梨 将上三点水 这么得名而来 其实我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每天 都在使用人民币 你们知道 每一张人民币 背后的文化吗 对 一百元是祖国的心脏 人民大会堂 五十元是西藏 布达拉宫 一元是西湖杭州 十元是长江三峡 您知道 二十元后面 是什么吗 桂林 美丽的桂林 三十哈 永远是青的 它这个山 长在三亿万年前的时候 我们桂林 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海底的沉淀了有 三千米后的 石灰岩沉淀物 大家注意看 我们远处的山 已经到郊外了 看到那些山了没有 这些山是石头山 也是腊肥岩成分 由于地球的变峭运动 海底上升为陆地 因此的话 我们这些山了 经过亿万年的 风化与化 加上这个就形成了 现在的神之仙态的 风银风重 神秘莫测的地下暗河 优深溃粒的融洞 加上景象万千的梨江 永为一体 所以我们桂林 唱响了这么一句 千古绝唱 桂林山水怎么样 甲林下 错 哪里甲 明明比珍珠还真 对 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风光甲对林 在山里面的话 离时留意发生 老人呢 房屋被淹没 小朋友 老人没有饭吃 没有房屋住 书都没有读 这是真实的事件 因此呢 都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的话呢 可以告诉大家 真正最感谢呢 还是在座各位亲爱的 阿哥们阿姐妹狗人们 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老人有房屋住 有饭吃 小朋友有书都啊 因此的话 罗狗肉在这里会尽职尽责 带大家走好每个行程 让大家哈 这个高兴啊 来 买要堆 好不好 好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20元的明币 我们的山永远是青的 因为的话 其实这边没有太阳 你可以拉开看 风景真的往这边拉 对 看自己 很漂亮的 我们现在要往山 你走了 越往山你走 风景就越美 大家可以看到 远处的山 永远是青的 有朋友说 罗狗肉 你不是说 你们这边的山 永远是青的吗 然后为什么 是石头山会长满树呢 是因为我们桂林 这个气候的原因 我们桂林呢 一年世纪 明春夏秋冬 任何季节来 都是绿色的一片 因为由于我们桂林 是属于 压热在季风气候 湿热湿了 高湿高寒 高湿热的地方 你们来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里空气非常的好呀 嗯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点闷闷的呀 对 特别到了下雨天的话呢 那个被窝都是潮潮的 冰箱啊 墙上都有一层水汽 包括了火街带当中 很多北方的阿妹 罗狗肉 罗岛 我来你这边 我发现呢 有一件事情 我们北方很干燥 我们都要用保时面膜 来到你这边 我一天到晚脸上的都是很滋润的 感觉带了保时面膜都不需要用了 对的 拿回家用哈 桂林就是这样一个潮湿的气候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我们桂林的山 永远是轻的 你不要站起来啊 哥 你不要站起来 机梳安全带 机梳安全带 因为的话机刹车 很多事很危险 我们这边呢 为什么呢 特别奇怪 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造就了五起朋友 就形成这道奇观 美丽的奇观 是啊 谢谢观看